说蓝为王者乡 孔夫子在幽谷称阳 牡丹是花内仙 苏东坡长恨有艳无香 举同隐意是独立晚劫方 凌霜傲雪离畔飘香 桃居是着酒在花间亦如狂 唐明皇广寒曾赴禅公贵 归来龙滚带幽香 使信那贵子月中落云外飘香果一场 连乃花君子亭亭独占方 中通外之不漫不知 映日荷花伴柳堂 西时曾被吴王宠 逞风流彩莲细舞在龙舟上 桃之妖妖色醉狂春来风蝶舞花芒 武陵与子曾锤吊舞桃源道仙香 梅傲清其品 冰激玉谷粮 雪季横窗影 鱼领浸梅香 傲然独步寻眉手势 霸桥侧减踏银霜 牡丹人称花富贵 看夸国色与天香 春圆万会谁能比唐伯虎 固血齐花 半玉堂 感谢各位念这么一首八花八点 今天咱们要说的 是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 叫做善恶徒 这是这个节目的大名 学名叫善恶徒 它还有个小名 叫什么 叫顺天府三岸连环 二十二条人命 和其壮观的名字 一张嘴 这二十二个人就死到我嘴里了 那您各位往后听 这里边很多人 那是咎由自诩 咱们这段故事 主要讲的是人性 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你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了 顺天府 那肯定不是现在 现在没得编制 这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 道光年间 故事的地点 就在北京 清朝道光年间的北京城 十一月初期 北京十一月初期很冷啊 这一天呢 正赶上下雪了 哎呀 好大的雪 锐雪飘飘似额毛 飘扬柳絮满穹窑 但则见冷月书兴飞体鸟 逮捕的乌鸦把赤窑 京路人迷失了阳关道 波头翁踏雪寻梅过小桥 山川井举木桥 飘飘去荡荡摇 云横秦岭崎岖路 粉饰南洋旧草毛 长空寺有玉龙闹 梦回头 杏花村内旧旗飘是随风 上下摇 天降大雪 整个北京城是银庄素果的一般 就在北京永顶门这边 永顶门靠里路边上 有这么一个小四合院 按现代钟表来说 下午五点来钟 这门开了 门一开 有打里边出来这么一位 关此人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看穿着 这个人很有钱 书中代言这个人姓袁 叫袁德满 是个生意人 北京一个大酒楼的掌柜的 这大酒楼就在永顶门 叫杏花楼 袁德满 是这杏花楼的老板 这个杏花楼 楼上楼下三层的生意兴隆 买买非常好 可这买买 原来不是袁德满 这袁德满有个弟弟叫袁德江 这杏花楼本身是袁德江的买买 这袁德江有一年 出门上货去了 去东北 结果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说这人上哪去了 可不知道 按现在的名词叫人间蒸发 找不着了 这人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就没了 这人没了 日子还得过呀 这买买还得干呀 这么大一摊事怎么办 作为掌柜的大哥 袁德满心说 这我得管的 我兄弟甭管回不回来 我得替他盯着 袁德满就把这酒楼给接过来了 这个人很聪明 比他弟弟还聪明 把他弟弟干这买买 发扬光大了 袁德江在的时候 杏花楼生意就不错 这哥哥一接手 干的更好 这个人有脑子 做生意吗 你想啊 他们家 卖了个涮羊肉 这个肉啊 冻好了之后 切了个肉片 怎么切 让这师傅上酒楼门口 衣子排开 多少个桌子 过来拿着羊肉 那会儿不像现在的涮羊肉 有切羊肉片的机器 一切 那会儿都是手切 头天把羊肉动好了 拿过来 大师傅 拿一块抹布 摁住了拿着刀切 五六个师傅跟门口一战 哗哗哗哗的一切 老百姓打着一过 好 出师好手艺 手法也好 刀工也好 肉也好 这就是无形中的广告啊 而且啊 他卖这涮肉 剩下有一些个金头八脑啊 他不糟蹋 弄好了一块 蒸大包子啊 做饺子啊 这楼上三层 卖给有钱人 这酒楼还有一半地下 给什么推车单单的 还有一些 卖苦力的穷人 哎 做点这个简单的东西 包子啊 饺子啊 大饼啊 馄饨啊 你上这来 给的多哎 花不了俩钱 也吃的不错 这老百姓吃完出去都快啊 真好 东西也足 味也好 每年夏天啊 这杏花楼啊 有这么俩月关门 修灶 那会好些饭馆都这样 每年淡季六月份修灶 停这么俩月 一修灶的时候 修灶之前 他那这东西 加倍的给 啊 你要半斤肉片 他能给你扒两 这包子个儿也大 饺子个儿也大 越吃的越好 打他这吃完 出门走了 他这修俩月灶 一关门 您再到哪吃去 都想着 哎呀 还是这杏花都好 所以等修完灶 再一开门 呼啦吵 这人全回来了 这就叫生意经了 掌柜的袁德满聪明 把这个饭店 经营的非常的好 到后来 不光把这个饭店 接手 经营的很好 连这个兄弟 媳妇一块都接手了 啊 你这个 一个人过不是事啊 是不是 你看我 这么长时间了啊 我兄弟 在外边的人 估计是没了 我得疼你呀 我是你大的牌子呀 是不是 我不照顾你 谁照顾你呀 三说五说 一来二去 这俩人就勾在一块了 啊 这袁德满真能说 还劝呢 你这样做就对了 知道吗 想当初大清国一建国的时候 小庄皇太后为了江山设计 为了顺治皇爷能够坐稳龙亭 啊 下下给摄政王小叔子多儿滚 这才有了大清三百林的设计 说你今天跟了我 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啊 兄弟媳妇听完很感动啊 呼 哎呀 没想到啊 啊 我跟我大大牌子靠着 有这么大政治意义 最开始 这俩人还偷偷摸摸的 名铺完盖 到后来啊 就按着两口子那么来了 这伙计们谁敢说别的呀 啊 人吃饭的 谁问你这个呀 这俩人啊 时间一长跟两口子一样 也是夫妻相称 今天啊 这袁德满打家里边出来 瞧瞧外边天 哎呀 这雪不小啊 吩咐家里边车把是王二 给我套骡子车 我要出门会客 让王二套车 这那个年头啊 这袁德满这种生意人的家里边 出门都坐着骡子车 这骡子车把是叫王二 把这骡子车套好了 袁德满一片腿 上了骡子车了 啊 家里人关上门 啪 王二给这骡子一鞭子 鞭鞭打马 这骡子车就奔了鼓楼去了 袁德满今天呢 要会这朋友 家住在鼓楼八道弯糊头 啊 这朋友姓屈 叫屈之声 这屈之声跟这袁德满呢 发小 打小俩人一块长起来的 啊 这两位关系最好 为什么呢 俩人有一共同的爱好 好骁 就是好色呀 最喜欢的就是 哎呀 这个哪有的漂亮妞啊 啊 俩人一坐 这不聊别的 就聊这个 一聊聊半宿 就这么大银 啊 这位屈之声屈的爷也是做生意的 他干嘛了呢 跑外 外边跑 湖广啊 湖南啊 哪都去 坐买买来回叨叨 这儿的猪子好 往那叨叨 那儿的粮食好 往这叨叨 哎 什么都干 一年呢 干仨季节 春夏秋 哎 赚钱赚的也不少 到冬天啊 就收了 不干了 啊 歇着 这两位啊 就喜欢色 啊 今天屈之声家里边 山珍海卫都背齐了 烧黄二九 就等着原的爷来呢 啊 都看着点啊 这一会儿原爷来了啊 你们哥俩这是一醉方休 哎 好嘞 您呢 这正等着呢 书中代言这位屈之声屈的爷啊 也是三十二三岁的年纪 家里边有一媳妇啊 家里边大奶奶姓沙 长沙子沙 沙氏大奶奶 要这赶紧的吧 啊 赶紧的都弄好了 一会儿来人了 啊 大奶能张咯 赶紧的快乐快乐 快乐都烫咯 啊 把这酒都弄好了 这正忙活着呢 外边管家进来了 啊 原爷到了 哎呦 快请快请快请 进来了 哥俩一见面高兴 呼 哎呀 我得好几天没见着你了 哎呀 今天咱们要一醉方休 原的满进来之后一回头啊 分手跟着他来这车把这王盖 你呀 回去吧啊 我今天我不走了 大爷 我我外面等会儿您吧 万一倒是您喝完酒 您要回去呢 不用 你呀 套上车回去吧 我今儿都住这了啊 你甭管了 哎 得了 王二挺高兴 走了 王二出门 弄上车回去了 原爷就坐这了 来来来来来 兄弟 哎呀 太好了 咱哥俩今天得好好喝 啊 有道是酒色不分家 这去的爷这媳妇旁边还问他 这什么什么意思 这大奶奶文化差点没听明白 你不缺心眼吗 你这 哎 什么什么叫酒色不分家呀 家里边厨子管家上菜好几位跟这站着 去的爷这脸上不好看了 酒 酒 酒吗 酒 酒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知道酒啊 色呢 色什么意思 色 色就是吃饭 吃饭 闭嘴 闭嘴 哎 快快快 上菜 上菜啊 大奶奶跟这张罗着 这上菜 上菜烫酒 袁德满把这酒杯端起来了 哎呀 嫂子来吧 咱一块 您来着 哎 不不不 我 我喝不了 我这酒不成 我这四还行 出去 给轰出去了 这屋子里边啊 这儿坐着曲之声 这儿坐着圆德满 喝 端起酒杯 来来来喝 哎呀 这儿都一口酒 八大一口菜 这菜做的还真挺得位的 俩人高兴了 山南海北这头聊 哎呀 咱哥俩怎么好的 你看这酒也好 菜也好 真是 我今天我不走了 啊 咱哥俩 喝到天亮 呃 喝到天亮完了 咱俩上哪个地方去 啊 看看去啊 是吧 高兴啊 哎呀 这聊天 先说塔后 说山 说完大海 说岂竿 海子城门 落他相反 什么大说什么呗 这一边说的啊 这酒下也就快 越喝越高兴 这曲之声就说 说德哥呀 咱们俩别着光喝呀 是不是 咱们 咱们也学学文人雅兴啊 哦 兄弟 咱们学什么文人雅兴 咱俩对个对吧呀 呼 对对了 这这你行吗 这个 没问题啊 好好好 那那咱对对了吧 啊 饮酒取乐呀 这才是文人雅兴 咱们今天当回文人 来来来来 来 你先说 你你先说 我不会 我也不会 那那那喝酒吧 喝酒吧 来来来 你这不起哄吗 这 喝了半天 这酒有点上头了 曲之声高兴了 哎 你别说 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昨儿啊 刮大风 今儿不下雪了吗 昨儿刮风 这以刮风不要紧呢 我昨儿这院里呀 我弄了好几十喷花 拿这大风以刮呀 这花都飘起来了 哎 我出一对子上聊 这飘起来 这花啊 就跟下雨一样 我这对子上聊有了 啊 你你听我这上聊啊 我这叫 花雨 哎 你你来那个吧 你你给我对一个 这元年字都一口酒下去了 哎 花雨 这这这对子 这这得挨的吧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个 那可不得挨的吗 那有上联有下联吗 是不是 上联十个字 下联十个字 上联一万字 下联一万字 没这么长门框的呀 你这这 我这是花雨 你来你这个 花雨 哎 我给你对九封 哎 好好好 来一个来一个 好好文采 这还好文采呢 这花雨对九封呢 我这还能添字 啊 我还能加字啊 我这 飞花雨 我这 撒九封 我这点点飞花雨 我这 灰灰撒九封 我房钱点点飞花雨 我这 牺牲挥挥 耍九封 老天有道 房钱点点 飞花雨 撒遍了南北 祖宗缺德 牺牲挥挥挥 耍九封 算什么东西 哗啦 这一下桌就皱了 这俩人就撕不起来了 好家伙 这要呗 酒后无德呀 说着说着 打起来了 这可热闹了 这边轮圆了 啪 给你嘴巴 给你来一个啪 猪脸 这边啪 一嘴巴 你来扣肉 拿着茶碗笨脑 给你来个 茶鸡蛋 屋里面有他们俩呀 这套打呀 这上菜的人跟门口等着的 哗 哎呀 这二位爷喝的很高兴啊 你看看啊 这这这布菜呢 这是啊 茶鸡蛋 哦 扣肉 旁边那说 哎呀 这这扣肉可吃三回了 哎呀 不对呀 今儿哪有扣肉啊 把这门一推给一看 呼 看那屈的爷 一身的酸辣汤啊 坐着正哭呢 这主喝多了酒啊 哭 哇哇的哭 旁边那位圆子 把圆子爷这干乐呀 也是喝高了 乐得跟什么似的 人家一看 哎呀 这这怎么的 就是赶紧过来 抢救本家大爷 圆子满一看得了 我也别跟这待着了 他这酒有点大了 站起身来 晃晃悠悠 往外走 大屈服可就出来了 出来大门 走到外边 哎呀 这是到了门口啊 这是 脑子里还知道 要回家 这腿可有点不感叹了 啊 晃晃悠悠 从屋里边出来 走到街上 这雪啊 小了很多 但是路上很滑呀 这圆子满往前走了 两步一想 哎哟 哎呦 你说说 啊 我我我今来的时候 我坐骡子车来的 我这车我给放回去了 我告诉车爸 王二 我今儿住这了 啊 这拿成想我们 对师来的 对成这样是吧 把人家对的 跟刚刷完僵似的 得了 啊 往家溜达吧 他这酒没少喝呀 喝的还挺热乎 也不觉得冷 啊 穿的也挺厚 一边顺着大街 别往前溜达 啊 嘴里边哼哼唧唧 嗯 杭州美景 该是无双 那时候准唱这个吗 嗨 我也不知道 他呀 一边走一边哼哼唧唧的 这就是酒喝大了 正走着呢 这耳边香啊 就听得身背后 有车的声音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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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大夜里哪有人呢 袁德满听这声啊 晃晃当当 一回头一看 嘿 太好了 怎么了 油打身后 来了这么一辆骡子车 啊 这骡子车不错 跟他们家这车差不多 来这么一辆骡子车 他如果说站这路边啊 这车就这么过去了 他这晃晃悠悠 喝多了酒这么走 正好走这路中间了 赶车呢 瞧见了 到前面赶紧 一勒撕胶 哎 别撞着他 这一下 把这骡子车就勒住了 啊 原也很高兴啊 嘿嘿 这不错哈 遇见站口的车了 那你说什么叫站口的车呀 哎 站口的车呀 就跟咱现在的公交车似的 啊 是那对外租的 他也糊涂啊 这大半夜哪有站口的车呀 啊 迷迷糊糊的 好太好了 遇见站口的车了 过来这么一伸手 这一把 就把车员给赖住了 二话没说 往车上一爬 就钻着车厢了 呃 这袁德满可就把眼闭上了 咱们 往这一躺挺舒服 这车把是很为难 为什么呀 这车是偷来的 怎么那么寸 赶车的是一小偷正打算出去销赃去呢 这一看哪的事呢 我这急着把车偷走天亮 我好卖的 他我不是拉活的呀 怎么碰着这么意外呀 你说我要上去把他揪下来 啊 你你你下去 我不拉错 我这偷的 我这 我这不犯案了吗 我这 转念一想 他说是永定门 也好 为什么呢 我正打算出永定门 哎 这小子家住南园 他准备啊 出永定门 奔大红门 往南园走 反正我也顺路 走到永定门 我把你叫醒了 多个少少 你得给我俩钱 哎 这是白落的 行吧 想到这 这小偷一抖丝 这样趴着一鞭子 赶着车 是直奔永定门 走来走去 这车可走到前面大街了 啊 过了大事了 一瞧 再往前走不远 就快到永定门了 啊 这位小偷车把势呢 回头得问他 哎 大爷 您家住哪啊 啊 快到了 您家住哪啊 连问了三遍 没人使这茬 这小偷 回身一瞧 呦 怎么了 在他这身后边啊 有打这车厢里边 伸出一条腿来 我这一下可把小偷吓了一跳啊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啊 这 这人干嘛伸条腿啊 他这惦记着把我踢下去 啊 这这不对啊 这个 小偷想到这赶紧 把这骡子车就勒住了 转身跳下来 拿手一推着腿 哎 大爷 可快到了啊 您家住哪啊 晃悠了两下 没动静 这手摸着腿就觉得这条腿很硬 这小偷有点害怕了 仗着胆着一伸手 进了这车厢里边 一抓这人这手 袁德满这手是冰凉僵硬啊 这小偷血都凉了 我弟妈呀 偷车没夺的罪过啊 这死一个可不值啊 坏了 一伸手砰 拉住袁德满这手来回的杠 大爷 大爷 你怎么了 不说话 没动静 拿手一摸 这人这脸冰凉 手鸽子鼻子一探 这人没有鼻息 这小偷可吓坏了 哎呦 哪的事去啊 我跑了吗 我这车我也不要了 这人命官司 我可不能打呀 想在这一伸手 把这干锣子这鞭子就拿过来了 照这锣子屁股啪 就这一鞭子 这锣子车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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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前就下去了 小偷一转身 笨胡同就跑下去了 这小偷如何咱们后文书再说啊 回过头来 单说这骡子车 有打前门大街一直往猪市口的方向就跑下去了 这猪市口的路西啊 有这么一个大车店啊 这大门厂的 那说什么叫大车店 大车店啊 就像现在这个简易的旅馆啊 那会儿南来的北网子 行商的客人 有时候就住在这大车店里 这大门厂的 这掌柜的叫高胖子啊 带着一伙计叫小六 人俩啊 这会儿正在弄草呢 因为住店有人骑着牲口 赶着车来了 人家这牲口加液料 有这么句话叫 马无叶草不肥 弄着草料的 加着黑豆 正在这弄着呢 有的外边 这骡子车进来了 怎么呢 他这液料他有香味啊 这骡子还饿了 跑着一半 咋那么香啊 有草料的香味 顺着这香味 这骡子就吓到进了大车店了 高胖子是正干着活的 快点啊 赶紧赶紧赶紧 天不早了 未完这便啊 咱俩俩赶紧睡觉去 正这说着呢 一回头 骡子车进来了 哎 来住店的了 这掌柜他挺高兴 再一瞧 没人 就是一个骡子 拉着一辆车 这骡子来了 笨 朝这张嘴就吃啊 差点把这小六的手给咬着 哎呀呀 小六说哪的声 这谁家的 啊 往车后边瞧 把是呢 把是哪去了 说这车没主啊 这是 以为跟着人的 没有 高胖子瞧瞧了 哎 不是 车里躺着呢 我估计他睡着了 哎 哎 醒醒啊 掌柜拿手一推啊 这没动静 聊开车联这一看呢 掌柜他可吓坏了 怎么 这人冰凉棒硬啊 这 这不要了 签命了吧 这个 不是这招谁惹谁了 这半夜三经 这骡子车拉死尸 往这来 我说小六 这怎么回事 这是 小六说我哪知道 这爷 有仇人吧 我哪有仇人呢 我这 这谁给咱们送来的 啊 我不知道 我 你跟他们说说 这咱们今天过节不收礼啊 收礼就收骡子车是吧 这可不成 这个 不是 哎 如果说 这车里边要没有这死人呢 就这么一辆车 咱就收下了 这里边有人命官司 这可不成 对 咱赶紧 赶紧给他弄出去吧 说的话 一拉这 骡子脖子底的这小绳 掉过头来 这爷儿俩一边一个 揽着这车员 就往外走 出了门啊 如果是一掉头 让他往这涌的门方向跑啊 也就没事了 怎么那么寸 无巧不成书 这爷儿俩糊里糊涂 把车头 就顺着大石大方向了 啪啪 打两下 要跑了就跑了 哎 这两位挺石头 不是 咱们多送点 往前多走点 离咱们这远点 就来这车 一直 就拉着大石大 这巡夜的冰丁那了 这大石大啊 细圆的比较多 有这么几个巡夜的冰丁 打这过 这属于是菜着巡 巡捡小衙子 有这菜着巡的冰丁啊 在这巡夜 远远一瞧 这两位慌里慌张的 表情就不对啊 冰丁张嘴就喊了 这么一早 哎 俩人干嘛呢 就这一嗓子 磕不磅的 吓傻了 小六 别说话 哎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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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站住 呼啦吵架 五六个冰丁就全过来了 哪的你 啊 我就 就前面 头里 就就大 大车店 不是 你慌什么呀 啊 你干嘛 我去 没事 老爷 我 没事 这车里边谁啊 老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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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死人 这是 死人 这可不得了 来吧 一把 就被俩人给摁住了 有人过来一撩撩打里边 就把这圆的蛮给撑出来了 冰凉棒 硬往地上一割 呼 哎呀 你瞧瞧啊 天子脚下 黄城根底下 赫夜之间 你们俩人敢用罗子车拉死人 啊 这是你们害的吗 不是大佬 我冤枉 冤枉 行了 别喊冤枉了 哗了嘎嘣 这铁锁链 就把这爷儿俩给锁上了 赶紧吧 啊 找地方 找厅上的老爷 没我多一会儿啊 胡拉超全来了 啊 来不少人 有人举着灯一敲 哎呀 人命案呀 这是 啊 赶紧的简单的填写一下诗格 写完之后 要拿一大筐 或者用席子把这死人给盖上 哎 这叫死尸不离寸地 啊 填写这诗格 提笔就写啊 旁边有这写字的 啊 说这人啊 长的是童字脸 啊 年方三十余岁 躺在骡子车中 左腿伸右腿拳 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鞋都写好了 把这诗格填好了 拿过来一个席子 把这死尸盖上了 今夜之间 死尸不离寸地 带到五谷天明 等大老爷来了 再详查第二次 吩咐这人 把这掌柜的高胖子 跟这小六子带走了 啊 骡子车卸下来 把这车放在旁边 骡子有人给牵走了 留下这么俩冰丁看这死尸 这俩冰丁啊 一个画牢 一个结巴 这晚上跟这看死尸 这才引出来后文书 是无穷的 后患 灵山十万载 佛座九连台 诸八戒七情六欲未抛开 孙行者五行山下苦难挨 师徒四众朝西去 去取那三藏真经 心无二意识一路 西来 感谢各位啊 念这么几句定场诗 咱们接说这段长篇单口相声 善恶徒 上文书说到 袁德满 跟这个曲之声啊 这两位都是未来的文学家呀 因为对师啊 出这么点小摩擦 耳叫对脸 胡说八道 这俩人 俩醉鬼跟这抽风呢 打起来了 袁德满打曲府出来 上了这么一辆偷来的骡子车 没想到 这车 把这人拉到前门大街 这小偷车把是一回头 一摸 车上那人死了 冰吃半粮啊 这怎么办呢 小偷给骡子一鞭子 自个儿跑了 这骡子也跑了 这骡子是往南来的 小偷是往东去的 这骡子车 跑到朱氏口一大车店里边 这大车店掌柜的高胖子看见了 赫夜之间跑进来一辆车 河上边还有无名男尸一句 这可不行 掌柜的高胖子带着伙计小六 把这骡子车就拉出来了 打算把他送得远远的 别跟我们牵扯到一块了 哪成想 碰见了巡夜的冰钉了 哗轮嘎嘣铁锁链子就套上了 死人落地儿 骡子车一拆 赶紧吧 把人都请来了 地方的人呢 包括地宝啊 全来了 填这诗单 这死士 三十余岁 面黄无须 童字脸 穿的什么 戴的什么 穿的什么鞋 左腿伸右腿全 死的时候什么样 全写上 把这诗单填好了 找一席子一盖 有个名词叫死尸 不离寸地 出什么事 这个人可不能动 等天亮之后 关面上 地方上的人来了 在二次验尸 在破这案子 别人都走了 留着吧 两位看死尸的 这两位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这哥俩跟着站着看死尸 挑着灯中瞧着 哎 恨的 怎么呢 冬天 刚下完雪 这多冷 风后暖 雪后寒 尤其是后背 要说没事 没着死人 哪儿拽一圈 找个地儿一咪的 睡这么一觉就完了 你这多缺德 还得跟着看死尸 瞧着这别扭 什么念 哪儿的事 好好活着不好 干嘛非得死 也不知道 家里人知道不知道 你妈知道 多疼得很 你妈知道得哭死 也不知道 有媳妇没媳妇 有媳妇得疼死 没媳妇还万幸 也不知道 有孩子没孩子 哎 我说 你倒说句话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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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我说 好嘛 这二位 一个话牢 一结巴 瞧着吧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这四周也没人呢 哎 我说 咱俩人 想一好主意吧 咱俩光跟着站着 不成啊 啊 这多没劲呢 是不是 除了咱俩连个 喘活气的都没有 咱俩这样 或者啊 我前面 你后面 或者啊 你前面 我后面 哎 咱俩一个看着 一歇着 这多好啊 这不糟劲呢 是不是 要不然咱俩想别的主意 你说怎么着好呢 哎俩俩俩俩俩 你说话呀 哎俩俩俩 都都都行 要是我前面 我前面 你后面 我后面 睡觉去了 这一睁眼天光大亮 老爷来了 我不带着 非得骂我不可 要不然 我来后面 你来前面 哎俩俩俩 要不然 也都不行 干脆这样吧 咱俩豁出去了 哎 你那不是带着酒呢吗 拿出去来啊 咱哥俩喝着 就暖和暖和 一熬 天就亮了 酒呢 哎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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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这不正了吗 这味道不客气 你伸手 把这酒壶 从这鸡膜的腰里 就蹬出来了 嘿 哈哈 这也不赖啊 哎 我来一口 你来一口 好不好 哎呦 好 好 蹲蹲蹲蹲蹲蹲蹲 哎呦 好个屁 哎呦 哎呦 没没没 没了 嗨 这谁让你嘴慢呢 我听你说好吗 我这全给喝了 没事 买去呀 对不对啊 再说了 光喝酒有什么意思啊 哎呦 有小吻的人说了 有四个字叫 寡酒难饮 哎 买点酒 再买点猪头肉 啊 咱哥俩喝着来着的 哎呦 这猪猪猪头肉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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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哪里一块尝尝啊 哎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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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瞧 瞧你这 瞧这小银件的 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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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上不来 这旁边啊 有这么一半截的矮墙 哎 哥俩跑到这边上来了 把灯子找一墙缝 处进去 死尸在这墙边上 啊 哥俩在墙这边 在地上扑了扑了 也不哪有这么一块破麻袋 都去拿过来了 啊 跟着地上一坐 肉呢 拿出来啊 好 点头是吧 摇摇摇头 摇头算 点头算 哎 都都都都算了 行行行行 这结巴 拿出一包来 啊 得拿荷叶包着 哎呦呦 不 不 不 没见过你这么次的人 这 这抠着 那点破酒直当的吗 那点破肉直当的吗 我这有酒 哎呦 这太 缺 缺德了你 这一个比一个鸡贼啊 啊 话老店 你光喝结巴这酒 不喝自个儿的 啊 看着啊 这我的酒 啊 我喝一盒酒 你喝一盒酒 我吃块肉 我喝一盒酒 我吃块肉 我喝一盒酒 我吃块肉 哎 就没没没没我呀 啊 行行行 你也提口的吧 啊 来吧 我这荷叶摊在地上 我这酒壶打开了 话楼端起来酒壶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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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行行了 一口就就没了就 俩人跟着 一口酒 一块肉 一口酒 一块肉 真冷 聊着喝着 其实说是聊着啊 基本上就话楼这边自言自语 为什么呢 结巴那扎不上茬啊 是刚趁出去话头来 他刚一问啊 这一明白 这第二个话题又出来了 啊 也别说这话老自个儿说的有来到圈了 说着说着呢 按现在钟表说 到夜里两三点钟 那是最冷的时候啊 鬼撕崖啊 也不哪来了这么一股子疯 墙头上插着灯啊 灭了 好转瞬间黑灯下火啊 什么都看不见了 哎 嘿 你瞧这声大的 啊 灯灭了 哎 瞧不见了啊 哎 都瞧不见了啊 我说啊 这怎么弄啊 啊 这怎么弄这个 别弄嘴啊 我跟你说 也别喝也别吃 啊 赶紧找个火的啊 谁去啊 找火的上那边 找个火的谁去啊 什么玩儿我我的 哎 我去也行 咱这样啊 酒 肉 不许动 啊 等我回来 咱们点着火 一块吃 哎 行 这不香 不行 我不相信你 咱这样啊 我去弄火去 你跟这啊 你这样 你一直不停的说话 啊 你你说话 你老说着话 你别停 知道吗 我听你说话 我就踏实了 哎 证明你没吃这肉 这怎么样 哎呦 办不到 这 这也太难为人了 这个 哎 算了算 那你你啊 你这样 哎 你俩手拍巴掌 哎 你老拍巴掌 这巴掌声别停 我就知道 你没摸筷子 没摸酒 哎 行 行 行 这话楼 站起身来 往这边去了 没多远 这有一直搬的小房 拐过两趟街就是 听这边 啪 啪 啪 哎 话楼挺高兴 啊 心说这不错 啊 跟这拍挖掌的 没偷吃 行吧 一会儿 拿着这伙就回来了 啊 摘下灯笼来 这点着了 又不灯笼织好了 再一回头 这肉没了 哎 这 这斜了门了 这个 这 怎么回事 这是 嘿 这见了鬼了 这是 哎 巴掌声没断呢 啊 你吃了吗 哎 没 哎 没吃 哎 我说你脸怎么都肿了 哎 这 这 拍 拍 拍的 这位哈 一边拍脸 一边偷吃 嘿 你说你啊 别抢你嘴不利子 你贼心眼的可不少你 哎 得了得了 还剩点酒 来吧 点 等等 把这点酒都喝了 哎 来吧 啊 咱们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活动活动 老跟地上呆着 到时候别憨了根 跺着脚巴 哎呦 你说这倒霉劲了 再人人吧 天一亮啊 就行了 啊 差不多了 再人人 到天亮啊 老一来就踏实了 啊 没事 说着话 这画老一回头 借着火链往身后一看 那死尸没了 地上就有那个席子是撩开了的 哎 这 画老一指那结巴 你连他都吃了 呸 哎呦 我根本就没碰了 什么没了 哎呦 这 这什么办啊 那我哪知道怎么办呢 啊 死尸不离寸地啊 现如今这么会儿功夫 死尸弄丢了 这这这怎么办呢 这事啊 啊 好家伙 这吴天明 听着老一来 咱俩你担我担啊 啊 怎么办呢 说话谁担呢 咦 好嘛 这事倒挺脆上 啊 这怎么办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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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知道这 你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行啊 你不知道不好使啊 啊 这得赶紧想办法啊 真见了汗了 这死尸躺在地上好面 怎么能没了呢 哎 你说这死尸身 怎么能没了呢 啊 就这么会儿功夫 就这么一转眼 他还能自己起来走了 哎呦 别别别别 下说 你这不是吓唬人了吗 你说那死尸会走 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那叫什么呀 叫走尸人魔 叫走尸人魔 那是尸魔 知道吗 专吃人心呢 你别吓唬 咱俩谁吓唬谁呀 你这是 还走尸人魔 好嘛 这二位 一人一裤兜子冷汗 不是 我说 明天大老爷来了 咱俩怎么交代呀 啊 要不 你躺那 完了 我给你盖上 明上堂厌你 厌厌 完就就埋了 你怎么这么 缺德了 你躺那 我不躺 我不躺那 我太说话 我是话老 你不知道吗 好嘛 明大老爷在堂上一审案 我再蹦起来给请个安 那非吓死几个不可呀 这缺德事咱不能干 你来 你合适啊 你不爱说话 别别别废话 要我躺着 我也说话 这可怎么办呀 真招了急了 这俩人想了又想 话老说话了 哎 伙计 你干 干 干 干嘛 咱俩人 找一死尸去 啊 哪 哪找去 咱俩人上坟地里 偷一死尸去 好 你 你是 我等你 是人吧你 啊 是人吧你 吃肉怎么有你呢 啪啪啪 打嘴巴那 逐一告知呢 抽嘴巴有你 干活没你 我 我就累了 歇歇歇会 坟地不成 偷坟掘墓 我这家 哪有呢 哎 想起来 拐过去不远呢 有一官邸庙 官邸庙里那 存着死尸呢 咱上那 偷一个去 我 我 我 害怕 哪有什么怕的呀 咱们当差的 见死尸见多了 这有什么呀 再说呀 那样的死尸 都死的时间不长 咱俩真到坟地里 打去坟头土 撬开棺材 弄出一个来 那不定死多长时间了 都烂了都 官邸庙存着的 都是刚死的 怎么样 咱俩弄雷之后 搁在这 顶过去 这就算一天均才满散 敢吗 好 你这主意真真好 以后老爷要是问谁 我也夸你主主意好 你退不是东西了你 咱俩一根绳上拴俩蚂蚂蚂 懂吗 飞不了你跑不了 我知道吗 现如今咱俩谁也跑不了 你跟我是一回事 起来 真真是废话 灯笼 把灯笼摘下来 先吹灭了 又插回原地 这俩人偷死尸 就不能拎着灯笼去 没吓着别人 也得吓着自个儿 这二位 一前一后 由大矮墙这出来 是直奔关帝庙 北京城的关帝庙 特别的多 这是打明成祖 朱棣皇帝这开始 怎么回事 想当初燕王扫北 建文逃难 永乐大帝定都北京 传说 永乐皇帝有这么一次 御驾亲征 征讨北渊 在漠北的沙漠里边 迷失路径 迷迷糊糊就觉得眼前金光一道 官圣帝君 就是三国里边这位官二爷 官与官云长显了圣 官共显圣 为大明军队指引路径 杀出重围是大破敌军 得胜而归 打那起 明成祖朱棣就宣布了 普天之下 各地都要建官帝庙 四季的祭祀 这个传统一直流传下来 北京城大官邸庙 小官邸庙 那是不计其数 到处都有 咱们说这官邸庙 还真不远 拐过弯去 三趟街 有这么一小院 那院子里边有老道 老道都住后边 前面大殿 在跨院这 有时候 存点死尸什么的 过去有这么一些外省人 不知道怎么的 就死在这了 暂时弄不回去 怎么办呢 就存在这庙里边 在这跨院这 花楼跟结巴 两人来了 到门口瞧瞧 哎 来吧 瞧什么呢 你瞧我呢 进去 我掩护你 你是罪灵 你去跟死人打个招呼 废话 我不认识他 进来 你进来呀 你怕什么呀 咱俩是官差 我官差超超死人呢 咱不给弄丢了吗 那那也是你弄丢了 你别来这套啊 我跟你说 咱俩是一回事 进来 他侧门这 这一侧门 谁黑经万叶跑那去 山门关着 侧门是开着的 这两位 挤进来了 一前一后 孽族前宗 就来到后院这了 万来俱计 都睡觉了 老道也睡觉了 漆黑一团 一瞧这边 靠着墙根 有一粒棺材 这两位 这胆是真不小啊 夜半惊深 一人没有 跑到这儿来 打开棺材 要偷一死尸 这多的能力 这是 两人过来了 这真真 真来呀 废话 这不说好了吗 咱俩一块 咱怎么来 你背出来 我带路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背着 你就看不清道 我给你引路 顺贼 少跟我弄这个 别往远处去了 就这个吧 十多个棺材了 你都打个瞧瞧 小哪个长得顺眼点 哪管什么用啊 那个 什么节骨眼的 你管的什么样的呢 试一个就成呗 快点 一前一后 这棺材啊 不是咱们电视剧里 瞧的那 金丝男挂阴沉领 那勒大勒大 那大棺材 不是 没那么讲究 这死人呢 都搁在这薄皮棺材里 俗话叫狗碰头 那种狠刺的棺材 俩人慢慢搭这棺材盖 这棺材盖还真没定 轻轻的搭下来 把这棺材立在旁边了 话老喘了口气 你大奶头 说话 啊 别装傻 吃肉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你来 来两口 吃 老咬 吃这个 你说你大奶头 啊 你先来 你说我大奶头 大脑袋 我怕他咬我 那你大脚 他踢我怎么办 踢死你就得了 踢你 踢死你 把你搁着拿席子一盖就省心了 过来 哎呀哎呀 小点事 我知道 你怎么画牢呢 你 一边一个 这画牢伸手啊 瞎着脚脖子 冰凉棒硬了 伸手啊 瞧我干什么呀 哎呀 死 死啊 废话嘛 这街坊伸手下去摸着死人脑袋 哎哟呀 expressed 有血 别喊 怎么呢 这手上全是血呀 哎哟 有血 废话的 别喊 死人 可不有血嘛 哦 哦 是啊 来来来 对不起啊 凡事劳鼓 我们俩去 去当rogे了 啊 我们去 官裁 哎 看死是 他给弄丢一个 谁弄丢的 别别别说话 别别打扰他 没办法 我就借你帮个忙 你要有怨有仇 你就找我报仇 我是个化劳 什么人性那是 差点没把这化劳给气死 你这这 你这经历了吗 他是个结巴 这死人知道能给气活了 这二位搭里边 把这死尸搭出来了 两个人是步履亮腔 顺着门这出来 又回到刚才这矮墙这 把人放在这 您各位可听好了 放这是放这 可跟之前那死尸有区别 怎么呢 咱们前面说了 之前天这尸格 这死人怎么躺的呀 这袁德满 左腿拳 右腿伸 这位呢 这俩腿都是直的 往这一放 拿我席子来盖好了 这俩人是长出一口气 哎呀 这算得了 这算得了 我跟你说 五五天明 大老一查 什么事都没有 咱俩这个就算交差了 没事 我跟你说 别着急 就这时候 接不一回头 哎 你多多人回来的 什么还是多人回来的 哎呦 我刚才又冲冲个嘴 你干干嘛去了 哎你别 别弄这套 我跟你说 咱俩一块去的 我告诉你 见老爷时候 你别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我给你拼了 知道吗 行行行 让你喝喝我酒 还记着这茬呢 这位 等着吧 这会天就蒙蒙亮了 一直等到天光大亮 地宝来了 地宝来了 寻上的 什么厅上的 各路人马连五座 一帮呼啦超全来了 没动吧 是不是还跟这呢 哎老爷您瞧 这这不还跟这呢吗 好一宿 溜溜没合眼 死尸不离寸地啊 咱们当差的知道这个 您放心 嘿嘿嘿 那怎么不说话 那个 对对对对 那是个结巴 行了 等着吧 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 铜锣开道 宛平县的县 他也来了 啊 这个地方过去来说 北京啊 他虽然说是首都 但是呢 天子脚下 他归大兴和宛平 这两个县馆 啊 大兴馆东边 北京城 靠东北拉都归大兴馆 靠西边呢 都归宛平县馆 哎 再往上是顺天府 顺天府下设东西南北四路厅 西路厅就包括大兴县宛平县 这宛平县的支县 姓谢 叫谢和龙 啊 这位大老爷四十岁左右 这轿子刚停稳 一溜溜 撑 这县铁打轿子里边 窜出来了 往这一站 是一团上武的精神呢 怎么地了 谁使了 那又说怎么 县铁说话这味啊 这位 他不是当县官的材料 怎么的呢 这位谢和龙谢的老爷 当年啊 是长白山的猎户 哎 瑞亲王到长白山玩去啊 碰见老虎了 结果谢和龙 标打猛虎救驾 瑞亲王给金银财宝都不要 啊 这王爷想 这怎么办呀 说你有啥想要的呀 啊 我啥事没有 是吧 我 我爸爸就希望我当个官 我跟你走吧 你 你不当官的吗 我跟你当官去吧 哪的事呢 瑞亲王一琢磨 这也有救命之恩 得了 那就满足他吧 把这位谢的爷 打东北弄的北京 搁的碗平县 啊 天底下就一个县官 这样 张嘴闭嘴 除了打架 就是消人 这县子老爷 蹭一下的下来 谁使了 啊 人搁哪呢 啊 大人您瞧跟这呢 把这席子撩开了 一看 这死尸跟这躺着了 啊 验尸吧 把昨天这尸单可就拿来了 跟今天这乙桥 满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个人呢 肩下壳 昨天这尸单上写着这人是同字脸 啊 今儿这个是假字脸 这死人还有胡子 啊 昨天那个是面黄无须啊 今天这三六胡 昨天这个左腿拳 右腿伸 这个俩腿都是平的 大人 尸单于死尸不符 啊 大人这眉毛就立起来了 啥玩 尸单于死尸不符 啥叫尸单 好 不明白 侍卫赶紧过来 啊 昨天艳师写这单子 哦 尸单 尸单咋去了 尸单于死尸不符 我瞅瞅 到跟前瞧 怎么不符啊 大人您瞧 这单子写的什么啊 这样这样的 一样一样说 大人看完荡食就急了 三十人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啊 两太阳旋冒火 七窍生烟 那咋不对呢 啊 那实在是写着吗 左腿拳右腿伸呢 那就把把把这死人 把这腿拳进来 不就一样了吗 是也赶紧瞪他 哎爸爸 不对 嘿 死尸与昨晚不符 分明是有人抵患呢 一般来说 这县官旁边 总得有个明白人 啊 这死尸让人给患了 大人一听这才明白 让人给患了 谁患的啊 那是 那昨晚不有人看着吗 谁看着呢 叫过来 说声叫过来 花牢结巴这二位都过来了 啊 给大人请安 我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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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我说给 我说给 大老爷 他说给您请安 没问你 让他说 我说给 去那墙角跪着去 多多会说了 多多过来 这结巴 跪在墙角了 我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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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剩余话牢 跪着 说吧 咋回事啊 老爷 不知道啊 啊 我们俩一直跟着 溜溜一宿啊 灯火未灭 就我们俩跟着盯着 就是这个人呢 大人一听 蹭一下都跳过来 一把 把这画楼 这拨领子就 薄出来 哎 大人你这 好 就这一大嘴吧 把画楼 打到原地 转了三圈 后曹牙都掉了 哎 这老爷 说 啊 打回字 不是老爷 真不知道 不信 您您问他去 我们哥俩一块 你过来 结巴过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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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着去 跪着去 又跟着跪着去了 这老爷还问这画楼 说吧 咋回事啊 啊 这当猜的不懂吗 死死不离寸地啊 什么你们给换了 哎呦 天大的胆子 奴他们不敢呢 哪能干这事 这不是我 不消你 这不行 是吧 好 又一大嘴巴 还没等这画楼 明白过来 呱 啊 又一窝心泡 一脚踢躺下 骑在身上 叮当 叮当 这通的揍啊 这街上人可不少啊 老不幸都跟着看热闹的啊 兵兵们 所有的牙医们当差着 都站着 都傻了 老百姓还念头呢 哗 这怎么了这是 啊 流氓打人呢 这脏兵都不管呢 那时候别废话 这陷子老爷打人呢 这是 这顿打呀 打得眼都轻了 哎呀 可累死我了 起来 说实话 哎呦 老爷 我真不知道 天地良心 你打死我 我也不知道 我们是俩人 你要问我那货 你问问他 那怎么样了 那街上人过来 哎 别别别 闭嘴 闭嘴 我懒得跟他说话 知道吗 你说 咋回事 我哪知道街上有这好处 哎呀 大人 我不知道 还不知道 把板子给我拿来 他后边 冰冰拿着水火棍 大人把棍子抄起来了 哎呀 我可告诉你啊 当初指着我是干啥的不 藏白山打老虎的 那老虎都让我打死了 知道不 你比那老虎差多了 你知道不 我一棍子愣死你 你知道不 咋回事 哎老爷 你别动情 我 我招 我招 招了不晚了吗 就说吧 咋回事啊 昨天晚上跟这啊 我们俩看这死尸 结果一不留神 这死尸没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的就丢了 没办法呀 啊 我们俩人去关帝庙 我们偷了一死尸 啊 搁在这并非是二尸相抵 我是没办法 怕交不了差呀 你早说呀 啊 锁上 带走 回衙门 啊 这个事可得好好的审 千千万万是不能放走了 真凶 胡拉超的大伙一块啊 搭死尸的带人贩子全弄好了 大队人马转回宛平县 这时候就看着接不一回头 还是给大人平安 他会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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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